自古帝王州复令天下无 清宁上河图所描绘过的繁华之地 CCTV寻宝走进七朝古都开封 这个本身应该是明代学院的那种 开封的果报应该是松代管事 藏有惠州州宝物聚名符 太阳如遥 如遥的是吧 我想您应该这么说 它是一个现代航母 在这个桃叶的上边有几块地方呢 有点画瞎了 咱们北京人就说画瞎了 威风凛凛坐在宝座上 所以我们先恭喜你入围吧 现在跟我们分享一下入围的心情 脑子一片空白 谁将赢得民间国宝的最后殊荣 答案即将揭晓 跟着扎米莱寻宝 七分故事三分宝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寻宝 今天呢寻宝要继续开始我们的开封之旅 大家都知道开封是我们中国的七大古都之一 因为在你脚下所站的这个开封城下面 还叠压了五座古的城池啊 所以我们的历史底子是最后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通过精挑细选 选出的十二件候选的开封民间国宝 要进行的斗宝环节 我们来看一看开封藏家手中究竟有哪些好宝贝 不过千里马也需要伯乐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的五位专家 金生 青铜和佛性鉴定专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金月昌 书画鉴定专家 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王畜成 陶瓷鉴定专家 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 王敬之 氯气杂性鉴定专家 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教授 赵宇 艺术品市场评估专家 好了 认识了我们的五位专家 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第一组的斗宝 我们首先请出我们书画组的三位藏友 掌声有请 好 首先欢迎我们书画组的三位藏友 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三位藏友 和他们各自带来的宝贝 一号藏友李建设先生 带来的是青青莲山水涂轴 欢迎 二号藏友郭继祖先生 带来的是青赵之谦等 韩香书屋刊印图册 欢迎 三号藏友薛红女士 带来的是青王朵草树林贴立轴 欢迎 好 每个人只有45秒钟时间 向现场的开封藏友 以及全国的藏友 介绍您的宝贝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幅画呢 是青代的秦莲的一幅作品 秦莲呢 他是金灵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幅画呢 是年久比较长 天赋比较大 保存的非常完好 好的 掌声送给一号李先生 言简一干 二号郭继祖先生 大家好 我今天带来的是收缠 一共12幅 其中呢 就有找资钱 也就是说画家大师 他画的一幅画 所以贴别名鬼 这个更干脆啊 几句话 来掌声送给我们的三号薛红女士 谢谢桑桑 你宝贝 我今天带来的是清明两朝大臣 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王夺的书法作品 今天我带的这个作品正是王夺的草书 气势磅礴 好了 根据我们的规则 现在三位就要起立 来观赏一下另外两位藏友的藏品 然后挑一挑毛病 并且把毛病写在我们的题板上 有请 好 我们首先从我们一号李先生的 这个秦莲的山水涂轴开始 另外两位藏友认为您的藏品的优点 年代久 篇幅大 还有一位写的也是篇幅大 缺点来听第一位的 第一位认为 名气小 气势不足 画功不精 来说一说 清廉我没听说过 另外我查这个历史资料的时候 也很少看到清廉的作品 另外一个呢 他的画说是公笔 但是呢又有又不精 又有写意不写意 公笔不公笔 李先生怎么回答他 我说的他说的不对 他说我的名气小 我希望呢 就是上网查一查 因为这个是一幅公笔画 他要求的是细腻的北法 这个二号郭先生也认为是 清廉的名气不够啊 如果给汪做这个 或者是想握着找自钱这个 他的名气就不大 是不是开松人不熟悉清廉 更熟悉秦香脸 好 我们来看二号郭先生带来的这个图册 优点另外两位认为 第一 教有名气 另外一位认为保存完整 重点我们是说缺点啊 您身边的薛女士认为 您这件藏品的缺点是 篇幅小 速写小品 我感觉他这份作品就是说 篇幅比较小 这个画家就是在无意中 就随笔这样画了一些小品 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藏的价值 我说你说的不对 销 谁说销 销而井 而且找自钱 他一般的情况下 闪水花很少 但是我这里面一出现 传奇还说了 这个铁铁正规 如果这个铁铁打 你用我的一个销 我还有一个感觉呢 就是说呢 他这个厕子呢 都是些压箱底的东西 他不能展示出来挂到墙上 让人家来展示 所以说我这是压箱底的 实际上是十二篇 是十二个命家 你说谁想找这些命家 十二个都在我车子里 不好找 现在大家的状态不错 我们现在正点来关注一下 薛红女士的王夺的作品 另外两位男士认为优点 名气较大 杰出书法家 重点薛女士作文了 听缺点 有一位认为 不能代表王夺的水平 他说不能代表就不能代表了 他是 这叫什么 这这个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他没办法挑了 挑不出来毛病了 所以他就这样写了 这是豆宝录制到现在第一次啊 别人说完缺点还没解释理由 他就反对了 李先生还敢说吗 我觉得呢 就是王夺的作品呢 以大幅的建成 最能够代表王夺的书法的艺术水平 他说他这个篇幅比较小 可能和他那个比 我的篇幅比较小 但是对王夺的来说 这已经是很大的篇幅了 另外呢 我觉得 王夺的作品呢 存实量比较多 这个东西多了以后 他就不值钱了 就开封我们开封博物馆 最少也 王夺的作品 最少在七幅以上 因为开封是为了多 开封是我们这个书法名城啊 没有王夺几幅作品 怎么称这个书法名城啊 对不对 好 二位敲敲气 二位敲敲气 真是很庆幸 你们中间做了一位 非常稳重的郭先生 但是马上郭先生也要发言了 郭先生认为 您的这个藏品的缺点 折多 品项不好 品项不好 那就影响你的这个命意 是吧 他命意呢 就是说 你保存人的这个名声 就是这样 品项不好 还要影响保存者的名声 当然了 这事就严重了 这是很好的一个书法 是吧 而且这是大事啊 你对他不尊重 那么保存下来 我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我这个折 你看王夺 明清两代的大臣 他这个作品 能保存到现在 已经很不错了 主要是什么 主要他是个捐 几百年没有折 可能吗 肯定不可能的 他这肯定是宴品的 同事捐 你看你看 他那个保存的 还有 就和我这个就不一样 我那个保存的都比较完整 我这个也是捐的 太有名了 王夺的作品 肯定有很多人想看 打开了来看 你那个没名 没人动 没人看 我这都不不人喜欢看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我们 书画组的三位藏友 现在我要采访一下 现场的 在座的开封藏友 如果您是专家 您要选择留下一件 您会选择留下哪一件 我支持一号 你声音小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一号 他那个闪睡话 比较有意境 我比较支持三号 首先他是名家字画 而且他的篇幅呢 利于悬挂 我坚决支持二号 你为什么要坚决支持二号 因为他拿的是十二幅 这个能保存完好 是非常不容易的 并且他是用家乡的语言 去介绍的 他展示的家乡的藏品 就应该用家乡的语言 来介绍 我能冒昧的请教一下 你多大 我今年十三岁 谢谢 好了 我们现场 三件藏品都有他的支持者 我们现在就要听一听 我们专家的意见 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请出我们书画组的专家 金运强老师 有请 秦连的山水大轴 秦连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在 金陵画态里边 他是占一席之地的画家 当然了 他的名气 应该实事求是的说 不如王夺和赵之谦大 但是他有很大的长处 那么大 保存的那么完美 上边水墨淋漓 是那么的精神 这本小册页 是件挺有名的东西 他的第一个主人 寒香书屋的主人 是清朝道光年间 一位南方嘉兴的书法传客家 他呀 在家里收藏了很多古代的印章 那么呢 他就请他的印友们 给他画画 表现他在书屋里边 埋头研究古印的情景 所以呢 这十二张画 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书法传客家的作品 最有价值的一件 就是赵之谦的山水 赵之谦是伟大的花鸟画家 很少创作山水 这里边居然有他一开山水 河南朋友最熟悉的 是这个名头 王夺 河南梦今的大才子 明清之计 书坛领袖 书坛太斗 日本人建了王夺的书法 崇拜的五体头地 有国际影响的书法家 从咱们河南走出去的 写的什么内容呢 是临摩 近代王夕之 一封书信的片段 那个帖子 名字叫十七帖 他在临帖里边 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和他自己那种 淋漓痛快的 个人性格 所以呢 这件作品 应该说是一件王夺的立作 很好 谢谢 谢谢金老师的精彩点评 大家觉得书画组 一号 二号 三号 应该是几号晋级 几号 书画组专家推荐的 开封候选民间国宝的藏品是 三号 青王夺草书林怯立轴 我们的薛女士 现在已经是超人造型了 恭喜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推荐理由 王夺诞生于河南梦京 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 这件草书立轴 是他的领古之作 既体现了他对传统的深入求索 又彰显了他 刚见洒脱 大气磅礴的个人艺术风格 继承创新 兼而得之 堪称立作 有较高的研究与收藏价值 好的 恭喜我们这一件书画组晋级的藏品 那么围绕这件藏品 我们就要开始讨论它的市场价值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王夺作品的市场档案 请看 明末期称 与抖积昌书法齐名的王夺 在当时就有神比王夺的圣语 是称南东北王 王夺的书法用笔出入规矩 张识有度 却又充满着流转自如 力道千军的力量 特别是他的行草书法 笔法大气 静剑洒脱 痛快淋漓 他的墓迹传世较多 其中最有名的是 拟山元帖 该帖是王夺书法的代表作 各种书体兼备 其中表现了王夺书法的多种风格 为历代书家所重视 同时 作为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书法家 王夺的作品深受藏家的欢迎 其作品屡线拍卖市场 行情十分看好 好了 现在是再次考验薛红女士的时候了 刚才看了市场档案了 请给你这件产品出一个自爆价 最少也要一百万以上吧 好的 好的 我们现在呢 就来听一听我们的市场评估专家 如何对这件产品进行评估 掌声有请市场评估专家 赵宇老师 有请 在10月18号 中茂盛家15年庆典排卖会上 推出三幅王夺的书法作品 其中有一件和这差不多 底价60万 成交价160万 这件作品如果拿到北京去 排卖公司会跟他协商成大几十万的价格 底价低一点 净买人就会更多 成交价也就会更高 谢谢 谢谢 谢谢赵老师 好的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寻宝 走进七朝古都开封 马上会进行我们杂项组的豆宝 好 我们有请三位藏友出场 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三位藏友和他们的宝贝 一号藏友王岐先生 带来的是民国白国紫沙家彩湖 欢迎 二号藏友马林先生 带来的是民国便秀二十次校图 三号藏友费海涛 带来的是民国西角雕观音座下 首先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马林先生 我们在四对一鉴定的时候 来的是马女士是您的 是我的母亲 是您的母亲 她有事不能来 所以我喜欢来了 好的 我们首先来听听三位藏友对自己的宝贝是如何介绍的 首先我们从一号的王先生开始 有请四十秒 大家好 今天我带来的这款壶是民国年线的名字叫白果壶 就是说这上面呢有十七种农产品的果实 代表到个比较喜庆的意思 好 就对了 好 谢谢 来 接下来我们有请马林先生 那么我这个便秀的图是由曾经搬过大总统的徐车章提供的画本 由我爷爷精心缝制 历史长达四年 这部秀品场面是非常宏大的 那么秀品中所给大家介绍的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 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谢谢 谢谢二号 三号 费先生 有请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西角杯 西角观世音坐像 它主要材料比较珍贵一些 它是亚洲西比非洲西更珍贵 我就这么多 好的 来 三位既然都是很干脆的人 请起立 欣赏另外两位藏友的藏品 然后发表您的观点 我们首先从王先生的这一件白果紫砂壶开始 另外两位藏友认为优点是 名家制作紫砂精品 缺点 有一位认为 有残缺 我来说一下吧 你来说吧 它这个壶外竿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打开壶盖 里面有残缺 王先生怎么回应 这个壶呢 它遗传了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它就是说 这个残缺在这个盒盖的里面 就像那人呢 就是每个人都有胎记一样 有的人胎记找到脸上就很难看 但是有的人胎记挡在身上衣服戴着就看不见了 说它有残缺 它说这是胎记 佩服 佩服 看另外一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但是费先生认为您这件藏品的缺点就是 财质差 我认为它这个紫砂不如我这个财质好 您是这么比的 您是跟这个犀牛角比 您觉得紫砂的财质差 对 如果这个壶能做到这么精致的话 它应该用好材料做的 好 谢谢 来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二号的藏品 变锈 优点 锈工好 变锈精品 毫无疑问 缺点 有破损 开线多 虽然这个变锈可以代表我们开封这个 四大名秀之一 但是这幅作品它上面有残缺的地方 确实有一些残缺的地方 但是我可以说和它们相比 我这件绣品是最难保存的 它这个齿幅大不好保存 是一个不好的一方面 但是我认为它还是保存比较难这种东西 您就基本上现在要帮它说话了 是吗 赶紧握手 开封的变锈 五大名秀之一 确实非常有代表性 对有代表性 但是它这个吧 达不到这个 能够代表这个开封这个工艺吧 应该有的藏品的 应该还有好的 你是不是也认为还有更好的胡也没有篮子吗 这个胡呢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三号 优点 第一 材质好 第二 存量少 缺点 气形小 刀功差 它这个犀牛角吧 好像是应该比这大的多吧 那犀牛对吧 犀牛那么大那么舒畅 您说的是犀牛角雕还是犀牛雕 犀牛角 所以它这个雕的就是说 如果说雕的这么小 就怀疑这个材料是不是那个犀牛角了 这个犀牛有两个角 它有一个大的角 有一个小的角 这是那个小的角尖 再一个这个刀功啊 它就雕出来以后 这个佛像不是立体很强的 大伙可以看一看 这刀功非常好 诚实的说 大伙还真看不清楚 不管怎么说 精神可嘉 精神可嘉 好 我们再来看看二号 二号马先生 对于您这件产品提出的意见就是 四个字 年代不长 我们说作为一种古董 它的年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识 它的年代越久 它的价值相对来说越高 那么就这个犀牛角来讲 我看年代不是很长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现在要爱护动物 这是二百年 二百年以前的西角 那时候还没有保护世界保护动物呢 那个项目 好的掌声送给三位常有 现在的时间 来听一听现场观众的声音 支持几号 为什么 我支持二号 变秀也代表着开封吧 我觉得一号那个湖挺少见 物以兮为位吗 我支持三号 它首先这个犀牛角比较珍贵 在一个刚才走到这的时候 我看到它上面光泽度也比较好 谢谢 现在来请我们的专家 为我们指点迷惊 我们掌声有请杂像组的专家 王静之老师 有请 民国的紫砂壶 是紫砂壶制作的一个高槽 这把湖呢 它代表了一个民国的审美 它喜欢生活富足 把它连了 藕了 灵了 可以说这样的湖比较少 而且做工非常非常好 至于 有残缺 这是因为使用的 这个是很难避免的 这个是变秀 几十年了 保管的应该说还是比较好 因为绣品确实比较难保管 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他修的内容 今天我们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首先要家庭和谐 中国人要老有所养 如果每个家庭都和谐了 整个社会就会和谐了 我觉得这件东西也非常难得 这是一个西角调 世界上有几种西 印度西它就是一只脚 而这个苏门西就是苏门大拉的 它是两只脚 那么这个脚呢 是一只小脚 我们中国大地上 曾经有过许多西流 后来就因为它有名贵的 这个药用价值 在1916年的时候 我们最后一只苏门西 被打死了 到1920年的时候 最后的一只印度西也被打死了 如果是说 西流今天还在的话 肯定我们中国人会好好地保护好它 好的 谢谢王老师的金钱点评 大家觉得 杂项组专家会选几号 我们来看专家的选择 杂项组专家推荐的开封 候选民间国宝的藏品是 二号 民国变秀二十四孝徒 恭喜马林先生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推荐理由 他有着八百多年的辉煌历史 他曾经受到大宋皇帝后妃 达官贵人的酷爱 他曾使得宋代的开封珠联绣鹅宛如锦绣天地 他的表现手法多样 风格古朴 典雅 庄重 细腻 他和苏绣 香绣 鼠绣 乐绣 并称为中国的五大名秀 好了 杂项组晋级的变秀已经产生了 我们来看一看这类藏品 他的市场档案 在生活日益现代化的今天 我们仿佛离刺绣越来越远 那种以针戴笔 以线韵色的甜淡情怀 以南米踪迹 而那秀装林立 秀工万人的圣景 更是不复存在了 作为我国著名秀种之一的变秀 目前已经成为少数人的记忆 其他著名秀种的发展 如月秀 香绣 苏绣 鼠绣 也多多少少面临相同的问题 因此 对于秀品艺术性的认识 有待提高和普及 特别是在收藏家中 对秀品收藏的重视 同样有待提高 从目前拍卖市场的情况来看 各种秀品的成交量 和成交价格均不理想 离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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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行的问题 采访马林先生 这样一件这么大的一个尺寸的变锈 如果要给一个自爆价 您会给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一百万 一百万 好的 我们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市场评估专家 赵宇老师对这件仓品进行市场评估 秀品呢 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品 但是因为我们宣传的非常不够 所以市场价位非常的低廉 你比如这件作品到排卖市场去 我估计人们也就估他十几二十万 哪里都是了 好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寻宝走近开封 马上会进入我们精彩的瓷器组的豆宝 有请三位藏友出场 三件瓷器组的宝贝 意义生辉 来认识一下三位藏友和他们的宝贝 一号藏友 傅晓龙先生带来的是 清乾隆款 清花龙纹盘 欢迎 二号藏友李延先生带来的藏品是 唐代白又罐 三号藏友李伟先生带来的是 民国李灵瑶右下踩直壶 咱们也就别客气了 好吧 开练 来 首先是夸宝环节 一号 有请 我这个呢 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龙纹大盘 它的有四个特点 首先呢 它的是一个官窑产品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气型呢 特别的大 第三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化工呢 非常精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它这个手感 特别的细腻 谢谢 好 二号李延先生 有请 我这个产品是 碳奶背油管 年代救援 做工 固朴 起兴爆满 才有万美 包称万能 使我们的河南迪欲 难得的高古词景品 难得的高古词的精品 三号 李伟先生 有请 这个刺激就是 沪南李令次 沪南李令次寸齿比较少 虽然说这个 这个沪比较少 但是比较有实乡价值 好 掌声送给 李伟先生 来 三位 请起立 请欣赏另外两位藏友的藏品 然后挑挑毛病 好 三位请坐 来 我们首先向这只 清乾隆 官窑的盘子开炮 先来说说优点 品相较好 气情大 另外一位写的是 个大 漂亮 缺点 缺点 化工死板 不规整 他这个请华打扮 看着很大 但是来化工有点死板 另外又下次 他的周边又不规整 重庆量也就是管窑的次品 高凡 官窑中的次品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 傅先生 我觉得首先 他说的第一点 说这个化工死板 从这个龙的一个造型来说 画得非常的传神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说这个边缘不规整 代表了他是纯手工打造的 绝对不是用机器来压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瓷器的一个优点 好 三号李伟先生认为您的这件藏品有瑕疵 他这个判传打断 总要有点瑕疵 比较明显一点 不太好 我觉得这个瑕疵呢 恰恰是他这个瓷器中的一个亮点 证明了他是经历了很厚重的一个文化来流传下来的 真是爱屋即屋啊 什么样的瑕疵 在傅先生心目中都是完美的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李先生的这一支唐代的白右罐 优点年代久远 另外一位写的年头长 缺点品相差 而且还加了一个注释 两点 一右不均匀 二有画痕 我觉得他这个上右特别都不规整 他就像什么冰糖葫芦 站到那个糖浆里头玩之后 他没站完他往下滴 所以有一部分他是空白的 没有挂上柚 另外一个他在这个 他这个宝贝的这个旁边啊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划痕 我这个东西 我用死句话 翻摩你 第一日离经苍尝潜于灾 今日悠性等包态 党念156退整 年貌 宝贝 宝贝 死烫风 看见了吗 人家早就有备而来了 好 二号先生叫李延 三号藏友叫李伟 李延先生来听听您兄弟 对您这产品提的意见 三个字 不漂亮 不像那个大饭和这个小姑一样漂亮 那古玩摊上的非常精美 非常漂亮的东西 你敢要吗 好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三号 优点 船势少 造型较好 缺点 品相差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湖盖 包括这个把手的地方 包拿起来的这个地方 都已经掉了 已经缺失了 他这种这个收藏价值 李延先生 虽然这个湖又有一点 下次咱是这个 这个李延药 在这个清朝摩年以后 这个药已经消失了 喷唱之间就没有少 所以这个寸室比较少 你说我品相不好 我说我寸室少 来 李延先生认为您的产品的缺点是 年代较短 他这个产品呢 从起来就是 街坊欠后的东西 这个人民大卫荡 就是很多 很多自己就是 就是利药的产品 利药是 现在到处都是 不是不是烧剑 而是夺剑 夺剑那现在放了 好了好了 不问了 李伟先生已经是 感受到另外两位的 巨大的压力了 来 请现场观众帮帮忙 这一座 刺激座 知识几号 为什么 好 这位戴眼镜的小伙子 告诉我知识几号 我知识一号 因为一号从外观 还非常美丽 大方 而且富贵 这二号保存到现在 已经很不容易了 刚才说的 那中间有瑕疵 一般的这瑕疵 稍瓷气的都砸掉了 这个瑕疵 会不会有特别的意义 也说不清楚 我就支持二号 三号有支持者吗 李伟先生的亲戚 都没有来一个吗 真没来 好了 我们刚才 我们的藏友 和我们的观众 都发表了意见 来 听一听我们专家的点评 掌声有请瓷气组的专家 王春成老师 有请 就这件乾隆观众盘来说 从绘画风格来讲 应该说是栩栩如生 应该说是乾隆时期的佳作 作为盘子来讲 能烧到这么大的尺寸 比较少见 所以在烧到过程中 它的周圈不是很圆 有点瑕疵 这说明什么呢 当时的生产工艺 还不是很完美 那么也见证了 中国陶瓷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件白有瓷气呢 就其相貌上来讲 朴实无华 和它来比 确实很素敬 很淡雅 实际我们讲 没有高古瓷 哪来的明清瓷的绚丽呢 那么这件瓷气 恰恰代表了唐代时期 北方地区 摇口烧到的一个水平 李灵瓷的确不够百年的历史 但是在清代晚期 中国的陶瓷业 从最辉煌的时候 已经走到了 举步为奸的一个境地 宣统时期 在李灵 成立了李灵瓷业公司 开始立志重新 振兴中国的制辞业 创烧了右下五彩 应该说完全突破了历史上的 一种传统的一种做法 这就是那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作品 谢谢王老师的精彩点评 我们马上为您揭晓 陶瓷组最终推荐的 候选民间国宝的藏品 喜好 专家最终推荐的陶瓷组 开封候选民间国宝的藏品是 一号 新乾隆款 青花龙纹盘 恭喜一号 陆小龙 推荐理由如下 乾隆时期的青花瓷器 在前朝的基础上 博彩重常 用简洁洗练的手法 来增强其艺术的表现力 注重文士布局 与硕大气形的完美结合 彰显出乾隆观摇瓷器的独特魅力 乾隆观摇的瓷器 再次成为我们本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类藏品的市场档案 清代乾隆时期 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繁荣 青花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官摇青花和民摇青花的烧造量 也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 古铜器考艺书称赞当时的制瓷叶是 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悲 因而乾隆时期 在大型瓷器的烧造上 工艺已是相当成熟 不仅成品率大大提高 而且造型规整 闻式繁密 画工精细 青花发色 稳定 浑厚 沉着 术大器形与精美文士的完美结合 使得这些大剑器物 既雄浑大器 又精美绝伦 充分折射出乾隆盛世的堂皇气象 好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傅小龙先生是受朋友委托 来把这件藏品带来参加我们节目的 现在请你替朋友给一个自报价 让我保守估计的话 应该会在120万到150万之间 好的 接下来用热情的掌声 请出我们的市场评估专家赵宇老师 这件作品 它是在北京买的 上半年买的 如果拿到下半年拿到北京去 它的估价不是它的落锤价 成交价 还是原来那个参考价 所以如果现在还拿回北京去咨询他的价格 应该是他当时拍卖的那个参考价 也就是底价 几十万元 谢谢 这里是寻宝走进开封 马上进入我们第四组的豆宝 那就是青铜佛像组 有请三位藏友 同志们好 同样是三位男藏友 来我们一次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青铜佛像组的三位藏友 一号藏友任志宏先生 带来的是明代张明奇同手炉 欢迎 二号藏友王东先生 带来的是明代关公同相 三号藏友李慧良先生 带来的是商代涛铁文青铜鼎 欢迎 豆宝马上开始 老规矩 亲子动口不动手 来一号任先生 四十五秒 向大家推荐 大家好 我这次带来的商品是一个明代张明奇款 同香炉一个 张明奇是明代嘉靖年代的智炉包手 此物小巧玲珑 包姜温润 做工精致 是一件不可夺得的极品 应该再加一个词 就是爱无释手 好的 谢谢 二号 王东先生 我带来的这一座造像是关羽的造像 关羽呢 是中意的象征 是中华人民族的象征 也是我们开封南野门的象征 大家好 我今天拿的是一个沉甸甸的一个文物 青铜器 而青铜器的代表作就是顶 它是一个礼器 它是一种文化 它是一种历史 谢谢 那三位爷们儿 咱们就别客气了 请起立 欣赏另外两位藏友的藏品 挑他们的毛病 好的 来最后一组的豆宝 我们来看看 首先从我们一号藏友的这一支 张明奇的同手炉开始 另外两位藏友认为优点是名人名作 还有一位认为是同质好 缺点 你看尽管有一位认为同质好 但是其中有一位认为是同质差 不大众化 这个材质不太好 就觉得像那些这个小野链厂回收过来以后 然后通过粗加工把造出来的 不太大众化 就是什么呢 它拿起来有一点沉 有一点重 你像这个小孩了 像这些这个妇女了 他们拿起来就不行 只能这个男爷们要用可以 但是不能喝酒 喝八酒以后也会烫到手的 您想的真周全 您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想到了 任先生 我这个同质小 里头含金 这是进口的嘉靖年间名代 我感觉 要是如果给我收藏这一件藏品 我是不要的 你要我也不会给你的 好都聊到这份上了 好来看一看三号李先生 对于您的藏品提出的意见是 不是名人的精品之作 对 张明奇这个人呢 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制胡专家 在古代是很有名的 但是他造的那个胡啊 特别大漂亮 非常精美 上面有服饰 而他这个比较素变 所以 虽然他上面那个盖像个鸟巢 但是没有鸟巢好 像个壁子 像个家用的壁子 像个壁子 不像个鸟巢 对 鸟巢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从他翻版过去的 好 他来个顺水推舟 好来 我们来看哈 我们的二号啊 关公同校 优点 著名历史人物 而且呢 有一位藏友认为 这种造型少见 就是优点 缺点 器物残破 关公大爷对不起 关公大爷是历史上著名的人物 家喻不晓 他这个东西呢 关公坐的板凳都没有了 你说他的这个 这个关羽的宝座 有一些残缺 这是没有残缺的 这个你看做的挺好 挺稳的 三号李先生认为 您的这件藏品的缺点是 做工较差 明朝时候呢 做了这个青铜器啊 佛呀 还有那个观音呢 什么特别精美 他整个这一个呢 特别粗糙 他说外形不精美 那是不准确的 你看这个关羽的这个神态 包括他身上穿的铠甲 他的战靴 都做的非常的精美 好谢谢 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三号 李慧良先生的这只韬天文的青铜鼎 优点 历史悠久 造型规整 缺点 品相差 太小气了 像我们开放人喝羊肉汤的碗 不行 谁想喝羊肉汤 你能够 代表一个国家 代表一个国家 你要做大一点的嘛 对不对 你做这么小 你什么样的国家 这还没有咱们开封人喝羊肉汤的碗那么大吗 对对对 并且呢 他还得是个漏碗 他这个已经 大家不知道 已经都损坏了 已经都损坏了 我说他永远 古代的这个青铜器 它是辣样 翻沙塑造 他又用那个沙眼 因为它是一个礼器 它不是成饭的 所以那个沙眼是正常的 你就是下碗老面条 也就是露干净了 老面条 它又是天年老汤 也是非常好的 你就是吃一个炒面了 我来一个炸酱面了 还是可以的 节目做到这个时候这么长 聊点羊肉汤 也是清理之中的事 来看看任先生 对这件藏品提出了 气情小 有残 他的东西 后面有个洞 你就不知道 盛个水都放不下去 这东西就是 摆摆碗碗 它是个礼器 它不是盛汤的 礼器就是陪人看看东西 我们这多十岁 上手把碗 你那只能看看罢了 你那个也不太大中饭 你那烫到手了就不好了 就我这个最好了 谁办谁发财 谁办谁发财 那我先拜拜吧 进水就才先得月 你正面拜一下 可以了 我拜他两次了 你再拜的时候 你得休一下 不休一拜拜以后 钱都不要特别多 它又是缠的 它都漏掉了 这个洞都把钱都漏掉了 如果你感觉不好的话 你下来送给我的了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群口相声 豆宝 掌声送给我们三位常友 来 青铜佛像组现场观众 给一个意见 这个统领不能说大小的问题 只能说它折射的文化来说 每个统领应该都有它的一定的 这个历史的价值 我所以有支持这个三号 我支持二号 第一点是 它是总预计的象征 第二点呢 它这种造型很少见 这些两点 谢谢 好 谢谢 一号 有支持者吗 一号家的亲戚有吗 袁先生 这个可以有 这个真没有 袁先生面对这种场景 有何感想 非常激动 好了 我们最后来听一听 我们专家对这三件藏品的点评 掌声有请我们青铜佛像组的专家 金深老师 有请 这件张明奇款的手炉 好像刚才下面的藏友们啊 有点冷落 实际上呢 这个张明奇 是明代晚期 最著名的智炉艺术家 刚才有的藏友认为 好像说 这个缺少文士 实际上缺少文士 更难做 因为他完全就要靠他这种最朴素的这个造型啊 和他的外形的这种力度来吸引人 关羽 可以说是富如皆知 家喻户晓 像这件像 他头戴着福头 三缕长然 身着铠甲 插腰 坐在宝座上 威风凛凛 正气凛然 虽然他那个像尺寸不大 但是可以说 已经成功的 把关羽的啊 外在的形象 和内在的精神气质啊 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了 这一件青铜鼎 典型的商代晚期的作品 我们看 他这三个族 还保留着三个分当 是古代的气形那个力 演变来的 因此这件青铜鼎 可以说是体量饱满 造型凝重 线条刚进有力 是商代晚期的 一件精品 谢谢金神老师的精彩点评 最后一组 青铜佛像组 你们觉得 专家会留下几号 好 谢谢大家 青铜佛像组专家推荐的 开封候选民间国宝的藏品是 三号 商代韬铁文 青铜鼎 恭喜三号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推荐理由如下 鼎是商代重要的理器之一 此件青铜鼎 圆形 双耳直立 三柱足 腹部还残存着力的带足形式 呈分当式造型 整体器物体量饱满 凝重浑厚 腹上式饕贴纹 纹式精美 线条求静有力 富有立体感和装饰性 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精品之作 好的 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这一类藏品的市场档案 作为国宝重器的鼎 它的铸造水平在商代得到了很大发展 其器型之丰富 文式之精美 前所未有 特别是商代晚期 不仅出现了很多新的样式 而且文式更加丰富 特别是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寿面文 得到空前发展 四母物大方鼎 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鼎作为青铜器 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文献价值 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科技价值 但是 由于大众对青铜器的了解有限 特别是收藏家群体 文化修养的有待提高 所以包括顶在内的青铜器的市场价格 与其实际价值相去甚远 恭喜李先生 给个价吧 保守的吧 120万 东西很沉 但是报价很轻松 120万 好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有请我们的市场评估专家 赵宇老师 青铜器这个文物门类 是我们诸多文物门类当中的第一门类 但是因为我们对青铜器的宣传 特别是收藏家文化底蕴没有提高起来 所以他的市场价位这个反差是没法来评估了 这件东西如果拿到北京三五十万块钱 一些个公司还得咬咬牙给你评估出来 可是这件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世的青铜器 今后的生殖空间是非常大的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到这里 我们群宝走进开封 最终候选的四件民间国宝全部都产生了 我还是想采访一下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用手势告诉我 作为开封人 您心目中 民间国宝是几号 好的 我们的现场观众已经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 由北京和本地专家组成的专家评议团 进行现场投票 有请专家投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观众朋友们 寻宝走进开封 民间国宝即将诞生 我们掌声有请 开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国珍先生 为我们揭晓最终结果 现在我宣布 中央电视台 大型电视活动 寻宝走进开封 评显出的开封民间国宝 它代表着一门 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 文化内涵十分厚重 它没有 轩缘的色 嘹亮的歌 却同样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灵 它的作者 是诞生在 中州大地的著名才子 三百多年 岁月留恨 也掩不住 它那龙腾凤舞的 交剑身形 它就是 清王夺草书 林铁立招 好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 跟着嘉明去新宝 七分布置 三分宝 看看我们下一站去哪里 春秋五霸时的齐国故宫 中华文明中的人文圣地 旧貌新年 国际新晋认定的世界足球发小地 我们来看看处居的卢山真面目 这就是处居 我们在山东资博推荐的第一站宝物 羊羊鼓风 文情风貌引人入线 今天天气很冷 但是我们朝阳游地的天气很高 非常热 齐鲁故地 历史一脉 烈弱星辰 玉气我们发现很多 但是流离的 我们发现的很少 一套的 更加少 河水悠悠 往事千年 我们带您踏上 跨越千年的文明之旅 敬请收看寻宝 走进资博